现在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应用的服务端去请求得到用户微信的一个登录的状态 在定义这个微信接口的Bind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先去添加一个GSCode 让它等于Request就是请求里面的Code这个属性的值 这个Code的值就是在小程序的个人代案页面上 Bind微信这个方法里面用WXlogin得到的那个登录码 这个登录码已经用WXRequest发送到应用的服务端接口了 在服务端接口这里Request表示的就是请求里面包含的数据 Code指的就是请求里面的一个数据的名字 在这个类里面我们再去添加一个新的方法 名字可以叫做Get微信Session 它接受一个GSCode这个参数 这个方法要干的事就是去根据传递给它的GSCode的值 到微信里面去请求得到用户的一个登录的状态 在方法里面我们可以先去配置一个要请求的那个地址 添加一个API Base 它的值就是接口地址的那个基础部分 htps-api-qq.com-sns-gscode-to-session 然后我们再去添加一个AppID 它表示的就是应用的ID号 如果你用的是微信的开放平台 那么这个应用的ID号就是你申请的那个应用的ID号 如果是小程序的话 这个ID号就是小程序的那个ID号 等一会儿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里还需要一个secret 它是应用的密钥 下面再添加一个URL 请求的地址就是API Base 借口的基础部分 再加上一些参数 添加一个AppID 它的值就是App小块钱的ID secret等于$secret gscode 让它等于 gscode 它的值就是方法的gscode猜数的值 再加上一个GrantType 它的值应该是authorization 下号线code 然后我们需要去请求一下配置好的这个URL 就是这个地址 WordPress提供了一个方法叫wpremoteget 把要请求的地址我们交给这个方法 然后再把得到的响应给它起一个名字 可以叫做response 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去return一下得到的这个响应 好